花千古 从今往后 不再是我白子化的徒儿 明漫天偷走了小谷喜欢师父的证据 并威胁他在仙剑大会上输给自己 小谷只好答应他 晚上小谷又来找师父 只见白子化痛苦地倒在地上 小谷赶紧将他扶起来 想起自己的血毒或许有用 于是割开了自己的手腕 可他的血液只能暂时克制 并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 次日白子化越来越严重 还吐出了一大口血 小谷又想用自己的血环节 可老白却疯狂抵制 并命令他以后不能再这样 这就是生死节的威力吗 可小谷还没有放弃 他将自己血装进瓶子里 和饭菜一起端给师父 老白看见后再次露出渴望的表情 想起小谷为他做的事 最终理智战胜了冲动 他将瓶子直接扔了 这门口的花花草草可就遭殃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瓶子里装的是白草红 小谷不停地吃一些补血的药 就为了能多弄出一些血给师父 他端来一碗鲜红色的桃花羹给老白 老白大发雷霆直接将碗给拍飞了 很快先见大会开始了 第一场就是花千谷对倪漫天 此时的倪漫天已经完全不是小谷的对手 可小谷却处处收招 台下的白子化当然看得出来 只见小谷还在处处流破绽 突然他抓住机会 一箭往倪漫天刺去 小谷长大了 知道杀了倪漫天秘密才不会被公开 可却被白子化拦了下来 老白一气之下直接离场 小谷连忙追上去道歉 师父你没事吧 你居然为了求生 动了杀鸡呢 为师平是怎么教你的 师父 好你的老白竟然打女孩子 小谷不停地在门外磕头认错 此时的雨下得非常大 怡萍找他爸爸要钱那天还大 小谷的额头磕得满是鲜血 次日已经晕倒在门外 幸好被路过的儒尊发现 将他带到了冰床上 额头的伤瞬间就恢复了 请问这床哪里买的 我要给我二十多万粉丝一人买一个 保他们幸福平安 而老白又向如尊打听小谷的伤势如何 你这个闷骚男 如尊告诉老白 如果再让小谷留在长流只会对他不好 应当尽早做个决断 老白很不舍 于是找到小谷 希望他能坦白动杀心的理由 这样自己或许还能帮助他 可小谷不可能将真相说出来 在比试的时候 你屡屡退让 却在重要关头下了毒手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 你跟师父交代清楚 师父 弟子知道错了 弟子只是一时糊涂 我再也不敢了 你是这么不相信师父吗 次日老白将小谷带到摩檐家 跪下 给摩檐下一条 还以为叫他跪下来呢 在先进大会上 你不过同门情谊 处犯门规 天理不如 故此 将你逐出绝情殿 从前往后 你不是我白子化的徒弟 小谷就这样被逐出了绝情殿 晚上他来跟师父告别 表示自己会用尽一切办法找到解药 或许有一个人知道答案 那就是易修军 易修军表示可以告诉他 但是代价十分昂贵 听说你厨艺甚好 给我弄一桌 你的马手好菜如何 一 一桌好菜 怎么 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吗 卧巢 我也可以啊 饭菜做好后 易修军告诉了他答案 需要集齐九方神器 让失踪的盐水域归位 盐水域的力量 可以化解白子化的 小谷寻找神器的旅途 要开始了 晚上各位弟子们 为小谷举办了送行晚会 朔锋看出了小谷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结合他和尊上回来后 两人就一直不正常 一定有什么大事 直觉告诉他一定要上前询问 小谷见他说出了很多证据 便把所有真相告诉了他 包括收集神器的事 朔锋突然有了一股强烈的宿命感 于是决定帮小谷一起去寻找 这似乎就是他存在的理由 次日小谷来跟师父真正的告别 看到白子化现在的模样 吓得我差点打电话给英书来制服他 老白喝完酒后感觉困意来袭 在体内的五件神器 十方神器一下就有了一半 不愧是女娃的后人